大家好,我叫阿旺 我今天的專案叫做回音森林 我想要透過科技的方式 讓台灣的語言教育 在學校受的語言教育 然後有比較好的解決一些問題 他可能是在臨時政府的教育部下面嗎? 然後我們想解決的問題是 在學校我們通常學了十年英文 或是學六年英文 可是我們聽跟讀 大概會沒有問題 如果我已經好好學的話 可是說永遠都會有學校問題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呢? 我想說可能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是大半教學 然後一個學校可能整個教室可能有三十個人 然後老師只有一個 然後老師的發音 像我高中老師的發音都不是很好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台灣教育部 他其實沒有什麼公開資料 然後我去查大概只有學測 大概有七千個大考的單字 然後這是我發現的問題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科技很進步了 Google提供很完美的語音橫程 跟語音辨識的東西 然後我本來這邊有個demo 可是現在我比電點上去就不要demo 他簡單的方法就是 Google老師唸一句 然後我跟著唸一句 如果有錯誤的話 他就會說你的分數 0分100分或是79分這樣子 這樣解決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原來我們老師一個 可是學生有很多個 而接下來我們變成老師一個 可是我們有很多Google的小老師 來幫助我們每個學生 一對一的語音口說訓練 然後右邊這邊呢有個語料庫 希望建立就是台灣 根據英文或日文 然後都有所有的句子的資料庫 然後都有台灣話語的翻譯 其實中文的翻譯就簡體這邊很多 可是台灣這邊好像還沒有看到 然後最簡單的一個目標就是 我希望讓學校的 國小老師、國中老師 可以跟學生說 今天的回家作業就是 跟Google老師唸五十句英文 那大概只要花個十分鐘 然後就可以練到口說 這樣你想說你從國小第一次學英文 或第一次學日文 第二萬語的時候 你都可以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口說 對 然後這就是最後 就是回應盛情需要 你現在就是只有我一個人開發 然後 還在非常剛開始的階段 然後我希望有 大家提問題、提意見 或是說這個idea 就是不太可能太天真 或是設計師給我 好用的流程建議 然後整個project都是用 前端、後端都是用Sava Street 之後希望每兩週會有實體的聚會 就是一個長期的發掘 然後 發掘上線之後 我們會想要去拜訪學校老師 能夠把這整套framework 導入他們的教學體制裡面 對 好謝謝大家